新赛季真的快来了 先来一个坏消息 下个赛季没有排位保护卡了 只有掉断保护卡 意思是只在段位下降的时候 保护卡才生效 不再具备保新能力 而如果你包里还有没用完的排位保护卡 下个赛季会变成MVP加薪卡 兄弟们下个赛季上新之路 可能会有点坎坷 目前体验服已经开始各种大更新了 这次还出了个新装备 彻底改变发育录格局 我们赶紧来看看 先从小剑说起 吸血之连在体验服去掉的攻击属性 仅保留了8%的吸血效果 同时价格也进行了大幅下调 仅需290金币即可购买 这也就意味着 射手可以开局直接吸血之连出门了 若选择至少五夺翠名文 再加上吸血之连的8%吸血 意味着所有射手都能够有一定的 攻速移速的前提下 开局就拥有16%的吸血 加上塔下新增的精灵保护 Gank发育了的成本变得十分高 月塔你打他减少20%出出 而他打你自带16%的吸 边打边回血 过分一点的人出门带10多岁 加小镰刀 开局24吸 赖在塔下 4分钟前完全丧失Gank他的欲望 当然还没完 体验服新增了小剑血浑刃 定位类似于金极护手 都是过渡型装备 性价比极高 合成路径为吸血连加小铁剑 售价830金币 除了拥有30物理攻击和10%的吸血外 他还有个被动效果 回魂 当生命值低于30%时 5秒内累计回复400到960点生命 CD只有20秒 那我实测了一下 具体的恢复效果比吃口药要稍微多一点 回血效果并不是特别变态 但又确实是增强了一定的续航能力 而血魂刃加上一把吸血连和红马脑 便升级为原来的气血之刃了 值得一提的是 气血之刃也新增了血魂刃的被动回魂 但气血之刃的被动回血数值和血魂刃是一样的 并没有增加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数值上写错了 但上体验符实测一下发现 血魂刃的被动回血和气血真的是完全一致的 那就意味着很多情况下 血魂刃830金币搭配一定的名文 即可满足吸血续航的基本需求 不用着急升级 那同样的一直被诟病的制裁之刃也随着血魂刃的出现发生了改变 合成路径变成了血魂刃加雷鸣刃加红马脑 被动也同样具备回魂效果 也就是说你在拥有血魂刃后 完全可以在做制裁还是气血之间做选择 而不需要像以前一样为了做个制裁硬撇一把暴风大剑 在有了血魂刃后可以先去做更强大的大剑 例如无尽 然后再根据局势来选择 对于后裔鲁班黄中这一类的呆设来说 出装路径变得比以前更加平滑了 也拥有了更多出装组合的方式 制裁也不那么鸡肋了 至少说是可选装备了 不过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这头呆设欢天喜地 那头马可欲酷累 因为镰刀虽然降价了 但末世依然需要2160块 对于马可来说 血魂刃的性价比完全体验不到 还有一个更惨的射手叫白李守约 体验符更新 这次把白李守约的短暂移动 无调破甲成熟的bug给修复了 所为白李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以后老老实实打狙击吧 以上就是发育录的体验符前瞻 想知道更多体验符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 下期会吧 我们不见不见 第一个anime为 入梦无归期的现有留言 道歉道歉 我听说有办法可以禁用龙的技能 你这个峡谷百科知道怎么弄吗 开玩笑会有我不知道的事吗 那我们都知道野怪是有仇恨范围的 龙也一样 但是因为龙坑的特点 让龙的仇恨区域多出了两个小角落 只要把暴君拉到这个地方 暴君就不会击飞放技能 只会普攻 那除了暴君 风暴龙王也可以 实战中还是非常实用的 至于主宰因为移动不了 所以不适用哦